冬季寒冷干燥 容易发生意外事件 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时 我们应该如何自救 才能够将杀害降到最低呢 欢迎收看科技之光之 用床单逃生安全吗 当你身处湖海 前方的逃生路线 已经被农烟和烈焰封死 而背后就是阳台 此时你会选择怎样逃生呢 也许有的朋友会不假思索地说 用床单啊 电影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么做真的安全有效吗 2012年1月14日 北京西城区展览馆路附近 一户居民家中突然起火 一男子绑床单 从17楼爬下逃生 结果不慎坠网 2012年4月23日 杭州一个女子与母亲发生争执 被反锁在家中 女子撕床单逃生 结果摔成重伤 看来利用床单从高处逃生 也并非万无一失 那么到底哪些情况下 适合用床单逃生呢 在特别紧急的情况 比如说农员马上要窜到咱们的房间内了 咱们没处可去了 或者说咱们的消防队员 还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到咱们的房间来 对咱们进行救援 这种情况下 咱们可以使用床单逃生 但是建议在三层以上 就是说更高的楼层 就不要使用床单逃生 看来在一些非常的情况下 床单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逃生工具 那用床单逃生 真的像电影里所演的那么容易吗 今天我们特意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 潭车寺消防中队 一起来做实验看看 看床单逃生是否可靠 唐队长告诉我们 用床单逃生打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因为咱们在逃生过程中人紧张 如果说打了劫不牢固的话 咱们在向下滑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惯性的冲罪力作用 可能说这个冲罪力 比咱们人的本身的重量还大 所以说可能在那种情况下 能够导致所打的劫散开 不就是打劫吗 这有什么难的 我们的记者自高奋勇地拿起床单 准备来试试 好了 逃生绳做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试试看效果如何 没想到只是刚刚下降一点点 刚刚看似很牢固的结就散了 唐队长告诉我们 用床单作为逃生工具 要想安全 首先要学会结绳 我们记者刚刚动手打的绳结就不牢靠 所以稍微用镜一拉 床单就断了 根本经不住一个人的重量 那么正确的节省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首先在做床单的时候 我们首先应该把床单先对折一下 对折完之后 把床单拧在一块 拧成一股绳的形式 这样的好处就是 会增大收入面积 以防止下降的时候床单撕裂 然后可以开始进行打结 左压右 左边的床单压住右边的床单 右边的床单再压住左边的床单的顺序 制作 然后收紧 收紧之后 在床单两个末端再各打一个结 两个末端的单结 制作完毕之后 收紧 这个就制作完毕 接下来 消防队员挑选了一个固定点 按照步骤 把床单在固定点上 打好卷节 在家庭当中 我们为了方便下降 首先要选取合适的下降点 如果咱家里有暖气管道之类的 可以绑在暖气管道上 如果实在是没有任何东西了 咱可以用床或者家具 卡在窗户边上 然后制作固定点下降 讲一下常用的两种打结方法 第一种就是我们俗说的卷节 也叫猪蹄扣 首先绳子压过来 然后绕过这根主绳 搭过来 然后从这绳洞里面 再穿出来 然后收紧 收紧之后 在这根主绳上 制作一个半截 加固 拉紧 卷节 这样就制作完毕了 第二种结绳方法 双绕双结 顾名思义 就是用绳索在保护杆上 绕两圈 一圈 两圈 绕好之后 首先 用右边 压住左边的绳子 做一个半截 然后 然后 按圆方法 再绕一圈 再制作一半截 半截制作好之后 收紧 好 双绕双结制作完毕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样打结的床单效果如何 通过刚才的实验可以看到床单确实能够承重一些重量 看来在危险时刻选择用床单打结成逃生绳相对靠谱 床单逃生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选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床单 不要有开口或者有破损的床单来进行逃生 另外使用床单逃生不适合于咱们的老人以及小孩等弱势群体 在那个字典的固定上 就是说咱们床单系在什么点上 比较牢固比较固定 才可以降下逃生 最近网上还有传言说 用衣服打结成逃生绳 可以承重100公斤 到底这个传言是真还是假呢 首先我们来承受一下这衣服的承重测试 首先用在衣服上 用我们打一个卷结 来做一下承重测试 如果这衣服能承受住三个人的重量 这衣服应该就适合逃生自救 经过测试 这衣服是不能作为逃生自救使用的 从刚才的实验来看 即便用专业的打结方式 衣服打成逃生绳也是不可靠的 居民楼都有效果酸 里面的效果酸的水袋 也是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作为逃生工具的 把那个绳在腿上缠上一圈 这样就是为了增大它的摩擦系数 如果说你缠得过多 摩擦力过大 反而下不来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腿夹住水袋 相当于两只脚夹住水袋 然后再顺势慢慢的下滑 不论是用床单 还是用消防水袋作为逃生工具 毕竟都属于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手段 又存在比较大的隐患 如果逃生时间比较短 更是很难保证安全 所以有条件的家庭 可以在家中配备一些基础的逃生装备 例如半身吊带 八字环和绳子等 下面我为大家展示一下怎么使用 首先安全钩的使用方法 安全钩 钩朝外 由里向外勾 够出来 拿着绳索 按照绕两圈的方法 残要进来 锁死安全钩 这样在下降的过程中 只要右手虎口握住绳子 就可以安全下降 八字环 在下降过程中 应该说安全性能比较稳定 首先 绳圈 从上面圈 往下穿 穿出来之后 这会有一个绳圈 然后泡回去 泡回去之后 勾在安全勾上 然后就可以下降了 面粉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粮食 很多时候为了方便使用 我们会将面粉储存在罐子 或其他密笔空间里 但是最近 最近有一种说法 说面粉一旦遇上明火 就会发生爆炸 你也许会说 怎么可能 面粉怎么会 最近 家住北京 潮阳区的小王 就遇到了一件 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面粉爆炸 我那天呢 正在和面 准备做这面片汤的时候 突然间我身后 就砰的一声就爆炸了 我当时吓了一大跳 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声闷响 可把小王给吓坏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缓过神来 我听到声音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以为 是我们家的这个燃气灶 出现了什么问题 但是我检查了之后呢 并不是它的问题 不过我看到旁边的 这个面粉盒 它居然爆开了 小王说面粉盒爆炸之后 弄的墙壁上 地上都是面粉 面粉盒也倒在了一边 起初小王还以为 是燃气灶出了问题 仔细检查发现 燃气灶是好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爆炸 是因为呢 它这个面粉盒 相对于来说 它对密封比较好 而且呢 它离这个火源比较近 由于里面的空气 受到这个 里面这个空气 受到这个火焰的滞烤 它发生一个膨胀 就是说咱们所谓的 就是东西 它预热膨胀以后 这空气预热膨胀以后 把这个盒子给占裂了 第二个情况 就是面粉颗粒发生燃烧 然后就发生这个 这不发生爆炸 近几年来 我国也发生了不少粉尘爆炸的事件 例如2015年6月 台湾裔水上乐园 举办彩色派对时 发生粉尘爆炸 造成10人死亡 500多人受伤 爆炸源正是面粉 2014年8月 昆山一家公司 发生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 事发当天就造成75人死亡 185人受伤 看过伪装者的朋友 应该还记得炸面粉厂这个片段吧 明成为了毁灭证据炸毁了面粉厂 他利用的就是面粉 首先明成划破了多袋面粉 然后他将面粉全部洋洒在空中 使空气中弥漫着面粉的颗粒 等特务进入面粉厂后 明成点燃了打火机 扔进漫天飞舞的面粉中 砰 面粉厂成功引爆 而这里就是充分利用了粉尘爆炸的原理 堆成一堆的时候 每一个粉末 咱们每一个面粉颗粒 它比较挨得比较紧 接触氧气的面积和接触高温 承受的这个温度呢 它就相对于都比较低 达不到它的燃烧的这个条件 但是一旦把它扬在空气中 它在空气中进行一个有一个短时间的悬浮 每一个面粉颗粒 在它发生燃烧的一瞬间 这个热量会充满这个 这个热量在小范围内 会瞬间扩散到每一个颗粒 把这个热辐射 辐射到每一个颗粒 起到一个给它加温的左右 那么粉尘爆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下面我们就来到北京丰台区消防队 让消防员帮助我们一起做一个粉尘爆炸的实验 我们天天都能吃到的面粉 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实验 来看一看面粉究竟会不会发生燃烧、发生爆炸 这边是一个普通的 特别是折成的一根纸条 这里面呢放的呢就是咱们刚才实验用的面粉 而这里面用的是酒精 做的一个酒精碗 燃烧的酒精碗 我们现在把这个面粉吹到这个酒精碗上 吹到这个火焰上 看看会发生什么 第二个实验呢 我们只是通过这个一个纸条上的加了面粉 然后我吹出来 就已经看到了将近得有 得有15厘米的那么一个火车 就是用一根塑料管 前面放着一个金属的这个 这种这个漏头 然后我把这里面倒上面粉 这就是我们刚才 盐缸里面用的面粉 我现在看这里加了面粉 然后我吹 我吹 我通过吹这边把这个面粉 通过这个漏头 吹到咱们这个火焰里 看看会发生什么 实验里的画面真的是非常震撼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第一个实验呢 我们证明了就是一堆面粉 在咱们日常这个条件下就是用火点它 它也会发生燃烧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啊 这个我当时用火点它的时候 它只是面粉 就是面粉颗粒一堆面颗粒的表面 就是最外面这一层 接受到火焰的制烤 而只是每一个面粉颗粒呢 也只是一小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接触氧气 所以说还不能达到它持续燃烧的这个状态 但是第二个实验 我们把每 我们把这个面粉呢 吹到了空气中 吹到火焰上面 吹到了空气中 基本上我吹起来的每一颗面粉的颗粒呢 它都接触了火焰 也接触了空气中的氧气 然后第三回呢 我在吹它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火球出现 说证明呢 这个面粉呢 本身是可以燃烧的 而且在达到一个浓度的情况下 它也会放射破 它燃烧以后 会放射出很大的能量 面粉爆炸的威力真的很大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所有的面粉粉馋 都能燃烧 并引发爆炸事故 一堆面粉是没有什么事的 但是这个面粉如果说 遇到某种原因 因为某种原因 它被扬到了空中 这个变成了 每一个面粉的面粉颗粒 都充分的接受 接触了氧气 而且下面还点着火 给这个面粉起到一个点火的作用 而且如果说当时这个现场 它的面粉的量 达到浓面粉 能够发生持续燃烧 发生爆炸的这个浓度 在这种小环境下 这几点全部都具备的情况下 面粉漂浮在空气中 这几点条件全部都 具备的情况下 这就有可能 瞬间是面粉发生燃烧 侍奉大量的能量 发生导炸 除了面粉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还会遇到很多 别的粉尘类的物质 那还有哪些粉尘类物质 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糯米粉之类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可以燃烧 因为它属于是有机物 包括这个煤粉 咱们这个平时就是 烧的那些乌烟煤 它研磨成的粉末 它都是可以燃烧 近年来 随着登山摊炎等户外运动的 持续升温 驴友登山遇险 被困事故频发 很多旅友为寻求刺激 通常会不走寻常路 专门挑选野路进山 这样就常常迷路 困在山里 2016年6月12日 26名旅友登山时 因为迷路被困在 北京市门头沟区 十八潭景区 经过门头沟区 摘堂消防中队 30余名官兵的连夜救援 最终将被困游客全部救出 送至安全地点 这26名旅友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他们及时得到消防官兵的救援 但是有很多人在登山迷路之后 面临的却是另一种结果 2015年 北京一旅友独自去门头沟区附近登山 结果失联 最终被证实遇难 2016年的大年初二 北京一男子独自登山失联 结果初五被发现遗体 旅友独自登山失联的情况 近几年旅友发生 其实登山迷路被困 并不十分可怕 关键在于 迷路后如何想办法走出去 因此掌握一些基本野外生存的常识 是非常有助于迷路后自救脱险的 今天北京市门头沟区 潭浙寺中队的郭队长 帮我们带到了潭浙寺附近的一个荒山 我们看到有很多登山爱好者 喜欢到这里来探险 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登山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到了一些自救细节 在山区里面迷路时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寻求帮助 但是在山里最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手机经常会没有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上那个最高点就是有看一下就是有一些标志 一些的借助 比如说地就是山顶上的一些小厅子了 或者是这座山是最高的 要那个什么给那个消防队就业人员联系 告诉他自己在那 不管怎么样 任何人在出行之前都要做好准备工作 一定要根据自身身体素质情况 结合天气交通住宿等因素 提前选择一条科学合理的登山路线 地球周围包围着一层厚厚的空气 它主要是由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水蒸气和氦乃亚等气体混合组成的 通常把这层空气的整体称之为大气层 它上输下密地分布在地球的周围 总厚度达1000千米 所有浸在大气里的物体都要受到大气作用于它的压强 就像浸在水中的物体都受到水里的压强一样 而一般人很难感受到大气的存在 接下来三里屯一中的同学通过一个魔术性质的实验 可以让我们看到大气压的存在 下面我们来开始做这个实验 下面我们来开始做这个实验 蠢丝多天 蠢丝寒 哇 这是因为蜡烛在机器瓶内熄灭后 由于蜡烛的燃烧消耗了机器瓶中的氧气 这就导致了机器瓶内外的气压互相不等 最终导致大气压将实验槽中的水压入机器瓶中 我们也就看到了机器瓶中有液面上升的现象 正如同学们所说的那样 蜡烛燃烧后 杯子里的空气受热膨胀 蜡烛因杯内缺氧达不到燃烧的条件而熄灭 蜡烛熄灭后 杯子里气温下降 气压降低 再加上蜡烛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溶于水 也会使杯中的气压降低 这时 杯内的气压远远低于杯外的气压 杯子里的水就会由于大气压的作用被压进杯子里 这个原理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就是拔火罐 拔火罐也是借助热力排除罐中空气 利用负压使其吸着于皮肤 造成淤血现象的一种治病方法 拔火罐是我国传统的中医疗法 相信许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都不会对他陌生 很多中医认为拔火罐能行气活血 驱风散寒 消肿止痛 所以对腰背肌肉劳损 腰椎肩盘突出等等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因为其操作简单 方便一行 也曾经一度是老百姓重要的家庭日常救治手法 在这里记者要提醒大家 这个原理虽然简单 但是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按照中医经络来操作 切勿自己尝试 以免造成危险